杨子民国造型曝光穿气袍真伞韵味十足 网友美成岩霸 杨子是娱乐圈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从小就开始演戏 出演过很多经典的电视剧和电影 深受观众的喜爱 杨子不仅演技出众 还有着甜美可爱的外表 他的穿搭风格也是非常有特色 时而清纯时而性感总能给人惊喜 近日杨子拍摄广告造型释出 照片中杨子身穿白色中式旗袍 衣服上绣着淡雅的花 气质温婉迷人 他打着一把淡蓝色的油脂伞 走在中式长廊上一整个岁月静好的感觉 这是杨子为某品牌拍摄的一组民国风格的广告照 他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穿越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杨子的制身民国学生装 也或多或少有着一些时尚的改良 过去的旗袍上衣蓝色比较深 并且有着独特的学名叫鹰丹式灵蓝 搭配的半裙是黑色及小腿的长度2 微微立起来的领口则是勾勒出太优越的天鹅井三 线条结合了蝴蝶结一样的时尚元素 则是打造出高级感和时尚半 下身搭配了一条白色纱裙 轻盈飘逸增加了几分女性柔美和灵动 整体看起来清新优雅又不失活佛可爱 杨子的发型也是非常符合民国风格 他将头发梳成了两个马花辫 头顶还别了一朵小花显得俏皮又甜美 他的妆容也是非常自然和清透 只用了淡淡的眼影和口红3 突出了他本身的美貌和气质 他的眼神也是非常有神采和灵气 看起来充满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 网友们看到杨子的这组照片后 都纷纷赞叹他的美丽和气质 有人说杨子国分旗袍造型真的好好看啊 温柔又优雅 有人说杨子穿旗袍版民国女学生 又美又瘦又美出千了 有人说杨子最美综艺造型曝光 穿鸡袍配杀琴美成员霸 与肖正合体好精细 不少网友还表示 希望杨子能够出演一部 民国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 让大家看到他不同的魅力 杨子的这组民国造型 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美丽和气质 完美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风情 你们觉得杨子的这组照片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剧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 点赞和转发 让更多的人看到杨子的美丽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 你最喜欢杨子哪一部作品呢 为什么呢 期待你的回答 期待你的回答